预测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看到这条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是各位可能要先知道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R2来去描述 如果说R2在例如说多少以内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个趋势是服从的 是可以相信的 可是相对的 这条只能当作是一个参考 决定来说假设我想要去算2016年的3月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蛮接近的 可是2016年的2月 你有没有发现差异好大 这就是把这些纸全部跟这条线来去算 得到的那个R2发现 它存在一个越来越接 如果越接近1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比例值 越接近1代表越接近这条趋势线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值算出来 它就是一个就是由左下到右上的这个值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用这个值来当作是预测的结果 我会觉得很不精确 你看这边存在很多的不精确 不精确的值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一差 例如说这个值跟它之间的差别 就是75,000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大概42,000 43,000 你看差了300,000 这边就存在那个不正确性 所以我们不希望是用这种趋势线来去呈现那个值 我们会希望存在的那个值呢 是一个所谓的会上上下下来去做预测的值 怎么做这件事 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用分析 分析这边有full case full就是前面 case是事件 前面你就先知道的这件事那就是预测 还有就是full scene也都是预测 预见 预先看见 就是预测 好 快速点两下 做完了 问题是哦 我看了很多的软体 它这套软体很棒的地方还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个值 所以你看刚刚只是点选 分析工具 analyptics 然后focus的快速点两下 你看是不是就做出来了